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加分個人意見 與本頻道立場無關 今集的內容 保鮮證實下季流隊,好事還是壞事呢? 聖卡西操練心臟病發,果在情況穩定 還會前簽一場賽事 車路市主場對著屈福特 喂,Hello,歡迎大家來到今集的知足球樂 今天的主持陣容,Joe 大家好 我是Gary 經過一個星期了,Joe 整個星期流場 今個星期真的多球體 還有精彩的賽事 因為剛剛我們之前有直播到英超 今天錄金支持是星期四的晚上 昨晚就剛剛踢了歐聯 今晚也有歐把 歐聯方面就不斷講一下賽果 阿積士就1比0,擊敗了熱刺 有少許出人意表,作下情況之下 但整場比賽,中場迫搶 雖然阿積士是一隊非常苦苦心威 還有年輕有冠軍的球隊 始終有氣有力 年輕人熱刺 今季也有飽受傷患的困擾 打地裝打了很久了 剛剛那場第一回合也沒有孫興文 之前經過很多場大戰 包括一周三賽萬成 萬武三千就有 萬成三箭也有 兩周三賽 可以這樣說,嚴格一點 兩周三賽 所以體力上也是比較下風 沒錯,還有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有孫興文福出發 至於另一場,巴塞羅那主場3比0 擊敗了禮物浩 這場球,相信大家都看到巴塞羅那些球員 尤其是美斯 真的要球星風範的時候 就出來 那個罰球很漂亮 真的會擠到角落頭的 自動到汗 當然,除了美斯這球罰球很漂亮 所有雷斯的入攝也很好 整體來說 其實那個分野 你不保證的場面 其實並不是那麼差 3比0這個比數 不足以反映成場比賽的場面 只能夠說巴塞羅那些細技術 真的處理得很好 成為了這場球的分野 對,就是你看到那些比波 或者蘇拉雷斯的走位 美斯的觸覺 很敏銳 這些其實都 其實你看兩邊 真的不是差那麼遠 但是去到一些很關鍵的位置的時候 能不能入到那球球呢 就是這場球最大的分野 就是一個蘇拉雷斯 還可以32歲高齡 還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衣的速度 突然間放在馬力普的後面 雲迪克的前面 其實是一個瞞眼位 其實真的 對,還可以這麼好的技術 輕輕一鬥 然後就挑進龍門 真的是射手的觸覺 完全是 所以美斯的拍檔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發揮到他的功用 當然啦,一個人踢一隊球隊 以你為重心 你都要旁邊的大家夾到才行 但是美斯在中間 旁邊打籃球隊 那就糟糕了 是的 有些人跟美斯不合 或者經常連累美斯 我們不要用連累 是叫沉船 就是連累 一起沉下去 是的 美斯自己也 老實說 老套一點說 我們說一點 國家隊的時候 其實不可以說 那些隊友累到他差 而是在美斯自己國家隊的發揮 也不好 隨著角色轉換美斯自己 但是你的處理也都 老實說 不算是出色的 我想得心應手的程度 和踢法都可能有些分別 但其實老實說 球員就要面對這些轉變 大家都 如果一個出色的球員 或者甚至我們那個球星 你在國家隊 和在球會 一定是不一樣的 是的 當中的角色的變化 你需要去適應 當然美斯在這方面 適應那方面 很明顯 阿根廷做得不太好 OK 次回合就會回到眼飛路 三球比較難 不過高普都說 失敗中學習 這是最好的教訓 次回合會不會有奇蹟的發生 也不要緊 當年巴塞 也曾經被羅馬反輩過 是啊 巴塞也曾經反輩過 PSG 反輩的新聞 時時有 就算今年的歐聯 也不少 主場先贏 然後被人倒閉 所以 所以 大局未定 沒錯 萬聯都能反輩 那地物浦為何不可以呢 即時又反輩 是啊 所以 啊 儘管留意著 下個禮拜的 第二回合的歐聯賽事 沒錯 今個禮拜呢 其實呢 我們都精算了兩單新聞 很值得討論 嗯 也都呢 我覺得呢 很多朋友可能會持不同的意見 是的 因為呢 第一單新聞呢 就是講這個奧斯爾 奧斯爾呢 剛剛證實了 下一季呢 將會繼續留在阿仙奧 啊 他說呢 我還有兩年啊 那我在阿仙奧 很開心 所以呢 我是會履行我餘下的合約的 合約的 所以他就下年 他就說我一定會 下一季 應該這麼說 下一個球季 1920球季 一定會留在阿仙奧的 嗯 就是 豪言壯語一番 但是呢 一個客觀的事實呢 就是 其實奧斯爾呢 並非長長呢 都出現在這個 正選陣容裏面 沒錯 甚至有些場合 好像 就我們 之前呢 曾經評述過的賽事 阿仙奧呢 就是輸給李斯特成 李翔波 甚至連後備都沒有 雖然就說 就是有些新聞說是傷 但是其實是沒有一個 正式的 一個 官宣 官宣是說他是有傷 所以要 就是 這場出不了 但是正選後備都沒有 嗯 那 是不是真的他口中所說 踢得這麼開心呢 這樣 這件事 都頗值得相確的 但是奧斯爾 證實下一季 對球迷來說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先 我自己說 我自己的意見 我就覺得 現在這個風雨飄搖的阿仙奧 是一件好事來的 起碼呢 一個球星級的 先 先不要說我們不要看他今季的 這麼多公寓 我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他今季得到的機會 確實也不算多 對 你說他是不是 長長都打得很差呢 絕對不是 你說他是不是好到飛天 帶著一對球呢 更加不會 是 但是呢 他出場的時候 你都見到他 因為他 並不是大家過往那種印象 鬆散 或者 度步 都很勁勁業業的 就算他不是打他自己的公中位置 他要回來中場拿球 做一個中場教派的角色 他都可以做得到的 是 公平一點說 其實呢 很多阿仙奧的球迷 或者很多 普遍的英超的球迷 可能對奧斯爾的期望 都真的挺高 太高 太高 就是每一場球都期望 是他可以發揮到一些 穿透性直線 或者是好的技術的表現 但是其實 都要講兩樣東西的 我覺得 首先就是球員自己 那個狀態 嗯 是不是長長都可以保持得 這麼平穩 可以長長都 給到一按三角形 就給到直線 一粒過頭的球 就可以粒過對方的後衛 其實 你不能夠說 真的 預期100% 奧斯爾長長都可以表現到的 我覺得這個是 看得多球的朋友 就是可能會知道 尾斯有時候都會失準 有時候都會全場不見他 對呀 對冰島都會失準 就是阿金廷對冰島 那另外一樣 就是 奧斯爾的踢法 很需要隊友的配合 嗯 即使你 你計數的前面 是有奧巴美揚 或者是拿卡也好 或者有其他的球員 但是老實講 普遍阿仙奴是中前場的球員 我相信你都會認同就是 質素不是說 真是最頂級的那些 或者比想像中差 是啊 你想想如果把奧斯 放在萬城的話 可能很適合 嘩 真啊 每個人都控到球 有人一搶就搶到那個球 他就可以很集中 這樣 我只能把球 被史達林入攝 這樣當然是正 但是都要好看自己的隊友 那個配合度 互相的拉斜 是啊 還有他們的長短處 就是因為 阿仙奴的中前場球員 那個長處都幾明顯 而且 他長處明顯之餘 他短處都很明顯 是啊 極度明顯 是啊 所以其實 我很同意 Gary 所說 就是 是單靠一個奧斯爾 難以無力回天 是啊 其實奧斯爾的角色 我覺得 艾瑪莉是可以 有機會把他當 那時候 他奔尼加 這樣用的 嘩 奔尼加 因為 如果奔尼加的話 在 在葛正米蘭和華倫西亞 西亞那時候 那個位置有時候都不同 因為在華倫西亞的時候 他就比較 後期 是比較 墮後去到派牌中場 差不多是防中派牌 但是 在之前 其實他是看一個正中 場中場中位置 是啊 如果你說 其實奧斯爾今年都試過 剛剛就是 早兩場的時候 他都經常要回到 拿球 其實都已經 不是在過往那個 常常站 叫做 錦區頂啊 等粒一點過頭球 或者大一球 致命的直線 已經是有 但是相對來說 參與度 在這一方面 就沒有那麼高 反而他回到中場 拿球 參與度是高了的 沒錯 這些賽事 包括就是對 愛華頓那一場 還有 就是對 水晶宮那一場 水晶宮那一場 可能前一點 但對愛華頓那一場 就很明顯 經常回到中場幫忙拿球 因為那場的組織 是很困難的 非常差 中前場的組織很困難 所以 奧斯爾 但是如果他擺死了 在一個防中的位置 大家可能就會考慮 哇 在英超踢防中 但是 有踢到金油 球 會不會變成第二 左真奴啊 可能就不太適合了 當然 這一點留在艾瑪莉去思考 因為其實 老實說 阿仙奴現在 我怎樣用風雨飄搖來使用呢 首先 聯賽三連敗 其實成績已經跌到第五位了 他來車路士的 第四的車路士 車路士都交的了 就是交 阿仙奴那些什麼 阿仙奴就是派大交 這樣也有第四 還是車仔 跌下跌下 從第三到第五 當然 這個也是各方面的問題 就不是單單球員的問題 那麼 從第四的車路士 現在有兩分的差距 所以其實 其實 下年的歐聯的入場券 呢 不是那麼穩定的 那麼 接下來呢 也都會歐巴杯 歐巴杯 對著 華倫 華倫西亞 華倫西亞 雖然 對比起巴南克福來說 就沒有那麼困難的 感覺上 但是西班牙風格的足球 其實大家有看到 大家都知道 攻勢其實挺銳利的 而且是人家保護過球 保護得很好 人家的技術 其實西班牙球隊普遍來說 那些技術 他絕青 雖然有些朋友不喜歡 但是都是這樣說 大家看看舞女 去西班牙踢球 那些組織讓他入球球 套過去 讓他用右腳彈 即是他走進去彈 組織非常之靚 是的 西班牙的西甲球隊 都是猜得很好的 因為他們整個國家的主流 都是猜得很好的 所以他們培養出來的技術 默契其實很不錯 所以也不能夠掉以輕心 對的 所以阿仙奴近況是差的 但是在這個風雨period的時間 奧斯爾證實流隊 我想你的意思應該都是 當作定心軟 是的 因為這邊奧斯爾說流隊 其實那邊雙有球員 都要離隊 是的 就是講這個藍絲 因為藍絲 之前在歐巴的賽事 對拿坡里相出之後 就證實了今季已經 因雙無緣再上陣了 對拿坡里那一場球 就已經 是今季的 應該是他在阿仙奴 整個足球生涯的告別戰 是的 其實那場比賽 阿仙奴對拿坡里那場比賽 阿仙奴的上半場 藍絲已經相出了 不是踢了很久 應該是拉傷大腿筋 那場見到他都知道 因為他一路出場的時候 就是拿著那個位 那個位就 就像Gary說的 看醫生 都要慢慢等 哦 ok 就是那些 裡面的那些 那些位置 大概那些位置 所以就 其實一看完 我們都知道 阿仙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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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 沒有了 可能接下來 藍絲都已經不行了 也到現在 他的Trista 他自己都 第一篇文 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一下 都叫做 一些感謝 或者自己的感想 說一下藍絲 在阿仙奴 這十一年的歲月 十一年的歲月 當中也有經歷過一些大傷 斷腳 當年斷腳 真的 哇 數一數都已經是0910的事了 差不多十年了 還溺溺在目 當初他那時候 對著斯督城的時候 阿仙奴 大概九年前十年前 很怕斯督城 這手榴彈界球 還有一些比較粗的踢法 是啊 硬正 那個藍絲比阿索高斯 剷到 他的腳變L型 那一刻 真的都溺溺在目 然後伊寶爾說 你不用走過來 這樣 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了 你沒有過來 當時 你想想一下經歷 老司機經常做文員 然後之前 到達斯華 亦都是斷腳 亦都是這樣 給這些兇狠的男子 所以當時 其實籠罩著一些 阿仙奴 好像很柔弱 這樣的球隊 其實是太粗的 是球員得不到適當的補 或者這麼說 是啊 也有很多球星 都因為這樣離開英超 包括 即時大放二彩 薩達歐聯四強 這個泰迪 也有說過這件事 那藍絲 說回去了 現在就 跪比將會去 祖安達斯 對阿仙奴的球迷來說 當然是一個損失 但是 我個人覺得 無需要將這件事 看得好像世界末日 當然 因為 因為 以成定局 對阿 以成定局 有憤怒的 我見阿Jose 經常說的 很憤怒的 要不你貴宗的時候 不是憤怒藍絲 Garry 可以解釋一下 當然不是憤怒藍絲 是憤怒的管理層 沒錯 這些決定那麼差 要不就續約 你決定了不續約的話 那你就不要拖了 你貴宗的時候 你就賣了它 起碼還可以賺點錢 對阿 因為本來你就要一筆錢 去收購一些新的球迷回來 對阿 那現在 你貴宗的時候 又說沒有錢 然後局主 本來想買這個不行 想借那個不行 然後搞了一個丹尼斯 蘇瓦雷斯過來 轉頭再說這個丹尼斯 轉頭再說 轉頭再說 那你的藍絲在那裡 由 打到最後那半季 是 很賣力 是會很賣力 不是為了他的 專業態度 但是 在那個金錢利益上的計算 就非常之差 可以這樣說 你留回去最後那半季 那裡 怎樣呢 就是 為了他而贏歐巴 是不是 就是 邏輯不太成立 或者這樣說 就是 藍絲其實現在 以一個很高 就是 據我所知 合約的金額 就沒有公開的 但是他去到祖雲達斯 也很有傳 他好像 第二高生 就是這樣 人工很高 其實為什麼會這麼高 就是因為祖雲達斯 省了不轉會費 是的 所以他也可以 融回去 對 融回去 隨便還有很精 但是 當然 藍絲他找到一個 好的新公家 或者有一份 優秀 優厚的人工 是值得為高興 但是相對來說 對阿仙龍來說 絕對一個很大的很大的 很大的損失 因為 就算現在 還有半年了 消满了球員 以藍絲的質素 你賣到二三千萬磅 是一件不奇怪的事 是的 那二千三千萬磅 在你接下來的時候 亦都可以足夠給你 就算你說 不能以這個價錢 賣到一個好球員 你起碼可以 在那條數度 融回去幫忙 對的 但是 我說的就是 為什麼 不需要覺得是世界末日呢 因為 一來已經二成定局 二來其實 藍絲的確是一個 後上入攝很厲害的 中場球員 但是 是不是一定要 即阿仙龍 是一定需要一個 後上入攝很厲害的 中場球員 其實中場都有很多種 就是有不同的類型 有時候 下卡是打得差 有時候托雷拉 是打得不好 就好像上了一場 那樣 輸給這個狼隊 那樣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陣式的鬱結 就是令到他們發揮得不好 但是其實 輸給理成那一場 對 輸給理成那一場 但是每一個球員 都是有不同的作用 那樣 是 足球是一個 對際的運動 除了王家馬德里之外 沒有一隊球隊 是沒有了誰 不行的 或者這麼說 其實藍絲為什麼大家 這麼懷念 或者這麼捨不得 某程度上 都跟阿仙龍自己的積弱 有些關係 就是 對裡面沒有一個很可靠 你覺得可以偉以重任的球員 自然 就會 想回到過去 神匯到過去 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 就是自然會開始懷念一些 以往的球星 那時候 在球隊裡面 有一個定海神心 現在大家就想著 因為藍絲 今年的表現 今年的表現 很穩定 所以大家都 沒有了藍絲 很可惜 沒有辦法 正如Gary所說 人就決定去 其實 針對球員的受傷 或者我們在說阿仙龍 或者一些離開 阿仙龍在這個季中 做了一個補強 就是剛剛說 丹利蘇萊斯 這個人 又是 說起來 又是很奇怪 這個真是奇怪 剛才說 莫財 沒有錢買 沒有錢買 那個 丹利蘇萊斯 哇 左右兩日有踢 中場有踢 技術型球員 大家都曾經有希望 曾經都有希望過 但是 很可惜 就是 他在歐霸杯 對這個 巴迪的時候 巴迪 二月尾的時候 都不是說 對 雷恩 不是說 對 之前的 那波利 是再上一圈的 巴迪 原來已經 整襯了 大腿 後來 一直都沒有上陣 斷斷續續 上陣很少時間 到現在 他直接宣佈了 其實我 對巴迪那場球 已經傷了 一直都未能夠復原 結果 現在 他說 我要結束 在阿仙奴的旅程 要回去 現在甚至是 離開了阿仙奴 回到巴塞 軍醫治理 總共 為阿仙奴上陣 是94分鐘 你借這個球員的時候 為什麼 不是要做看測 不是要 有很多 知道要搜集嗎 有個球員 原來帶著傷 或是隱患過來的 竟然發生這些事 在一隊英超球隊 我覺得 非常之不可思議 和不可以原諒 這件事 我會覺得 單索這件事 是兩件事 一是急就張 肯定是 為什麼急就張呢 就是希望 塞住球迷的嘴 塞住球迷的嘴 的原因 就是因為 喂 喂 大哥 你阿仙奴 這麼多雙兵 中間你已經幾個不能出 又比爾連 跟著中間又賀定 前面又為迫克 你已經幾個長期十字兵 今年就有點不幸 中堅 那方面 在季中的時候 高斯爾尼亞 泡巴 輪住商 又不可以 你再不給他 還有 還有 右邊的列治斯坦拿 那一陣子 然後大家都已經 淡忘了 不要再打 寧願把炸師傅出來 都不在列治斯坦拿 所以 這個 某程度上 想塞住球迷的嘴 我們其實都 盡量去談一些 新人回來 但這個新人 對阿仙奴的幫助 第一 他在聯賽 實在沒有機會 展示他自己 對 試都幾乎 好像是沒有試過 是 我記得好像有後備 有上個陣子 一定都不多 對 但是很少 在阿仙奴 主要就是歐巴 但是歐巴 正如Gary所說 他很早的時候 已經受了傷 是啊 那 這位球員來到之後 對阿仙奴 其實這麼久以來 實質上有什麼幫助呢 帶來 有什麼幫助 其實我也是這樣說 是不好的 這件事根本就是 有些球迷可能會覺得 為何 借了丹尼斯蘇羅雷斯回來 又不用呢 對阿 這個也是我奇怪的東西 原來 後來已經傷了 但是他官宣那裡 丹尼斯蘇羅雷斯 他不是放在十字軍那裡 哦 是啊 其實我們一直看 一向他不是在十字軍那裡 他不是在十字軍那裡 有時候在後備 有時候後備都沒有 是啊 我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經常都不用他 就是 米希達恩 幾乎同一個位置 現在幾乎 今季的表現 老實說 整季我有欣賞 踢兩場好球 然後就沒有了 但是都堅持用米希達恩 而不用丹尼斯蘇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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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心態上 另一方面 既然阿仙奴,既然你借这位球员回来, 第二段时间,你不是给他多些机会去场试试 其实中间都经历过一段时间, 大家的球员状态都不是那么好, 那为什么你不让他试试呢? 直到现在了,没办法了, 他都说我真是顶不住了, 反正我的心都不在, 其实港东美简单点说一句, 我的心都不在, 我贵美都喝了一杯菜, 不如我现在走了, 结果就, 这件事就反映出收购的, 由管理层到那些球探, 那些想法, 都是令到大家很失望, 就是觉得那些表现是很失望的, 那怎么也好, 阿仙奴现在真的是水深火热, 奥斯尚续绕了, 不是,他绕了, 就是证实楼队, 都是一件振发人心的事, 起码这一刻来说, 奥斯尔, 没错, 看下他们的暑假, 阿仙奴会有什么收购运动, 但最主要呢, 都是要看下, 你的银包有多少钱, 主席, 主席, 对, 其实他应该就有很大的, 资金, 资金, 或者很大的融资, 可以在银堂拿很多, 借很多钱, 他不是借到, 借到紧了, 这个又泡不到水, 就去第二家银行借, 他应该不是的, 因为他的财政很健康, 对, 还有对蓝球队, 有些朋友提我们, 他的财政很健康, 但可能他要投资在蓝球那边, Anyway, 如何都好, 阿仙奴, 看看他这个暑假收购如何, 好, 好, 今次来就说另外一个, 亦都是经典球星, 但是呢, 祝美退役的, 是经典的, 是经典的, 星卡西, 卡斯拿斯, 大家都众所周知, 他现在去到波图, 生活都不错的, 是的, 也都是前磨马, 防守租俠, 拍住又比比, 是啊, 有些熟人在那儿, 但是呢, 刚刚呢, 在星期三, 练波的时间, 就突然之间心脏病发, 三参巡, 是啊, 那立刻呢, 就送去医院, 可行, 送去医院之后呢, 就情况稳定了, 那医生证实了, 他也呢, 在这个, Twitter那儿呢, 铺文呢, 報了平安了, 是啊, 安全的, 现在我没事了, 好回, 现在是, 度过了危险时期, 最危险的时候, 大家都很担心, 姓卡斯, 卡斯拿斯, 因为呢, 卡斯拿斯, 其实呢, 公职非常之多, 但是呢, 去到这个, 黄马的尾棋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 他真的有些可怜的, 就是, 离开的方式, 非常之不近人情, 亦都非常符合佩律斯的作风, 是, 一个商人来的, 但是呢, 现在呢, 再回大家的视线, 但是就是一单, 不是很好的新闻, 心脏病呢, 其实呢, 在这个, 球坛呢, 都有不少的, 也是一些运动员的天敌, 其实很多时候, 因为心脏病, 而不能够, 之下, 拿了呢, 就是欧洲国家杯的冠军, 嗯, 但是呢, 迪拉列特呢, 拿了这个, 西班牙的这个, 国家杯冠军之后呢, 就, 之后那个球桂, 就在, 这个身体检查的时候呢, 就发现, 原来他有这个, 先天性的心脏病的, 那呢, 医生就说, 你不能再踢球了, 那结果呢, 他就在, 24岁之零, 就被逼提早退休, 高华球区, 是啊, 但是呢, 马上呢, 好像在25岁, 考了一些牌子之后, 就立刻加入, 就是这个皇马的一些, 青年队的教练团, 嗯, 那算是一个, 挺不错的出路, 是啊, 因为其实, 很年轻的, 四五岁球员的, 黄金年龄是有些可惜的, 是啊, 他就是一些, 就是叫做, 没有办法, 下回球场踢球的例子, 但是也有一些例子, 是, 真的可以回球场踢球的, 是啊, 一些勇士, 没错, 这个勇士, 看这个样子, 不像勇士的, 是吗? 笨小鞋嘛, 简奴啊, 大家呢, 就是阿仙奴的球迷, 嗯, 也都有些印象, 笨小鞋简奴, 其实, 就马上, 由阿仙奴高价, 当时是三球, 三百万的欧元, 好贵的啦, 300万英镑, 很贵的啦, 舒里亚都是1500万磅 300万很贵的 由阿迪士转回到国际米兰 但去到国际米兰之后一验身 又发现原来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但是当时医生都叫他退休的 因为心脏病很危险的 因为他突然间发生的 他突然间跳跳心 心脏无盒突然间停了 你没思笑的 你泵血的嘛 就是一些很重要的部位 你看那些警匪TVB那些警匪片 都是射心撞的 那当然了 发现了他这个病 然后他没有放弃足球 而另一个人也没有放弃他 是谁呢 这么有人情的人是谁呢 这个真的很有人情味 但这个老闆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罵他 因为洗脚不抹脚 谁是莫拉泰 但他的玫瑰雷斯真是一个天 有什么这样说的 蓝缘不测 两个不同类型的 大家都喜欢巴士去买人 真的喜欢买星的 喜欢买球星 放在第一个头上 贝雷斯亦都很喜欢的 但是莫拉泰就买完球星回来之后 就真的是 喂你是国米的一份子 现在我照理 既然你有事 大佬爷 既然你有事 大佬不会放弃你的 是大佬爷 然后竟然送他去美国 找美国最出名的医生 就是帮简奴医的心脏病 结果一年之后 他就可以重返球场 简奴应该也很感激 莫拉泰 是 结果就是 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之后转到阿仙奴 也是 虽然在阿仙奴并不是一个当然正算 是 出秦场 都叫做交到功课 就是你不要记住那些尼门一马飞机那些 大家忘记那些 那时不是在阿仙奴的 就是那些就不要记得了 那大家记得他 这个国球旗战术有表表者 是呀 脚够长 没人弄到他 是呀 所以就是 为什么他可以来到阿仙奴呢 都要多谢莫拉泰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是最好的例子 就是心脏病发了之后 心脏病被发现了之后 还可以在球场上面继续踢球 都踢了很多年了 之后还去过迫切茅夫 另外就是如果有病那些 可以说到柏道夫 而是士多维拉 都是 就是 血盐 是呀 白血病 他是突然间一天连连下了球 为什么我气喘得这么急呢 接着后来就是 在这个季前的身体检查 其实都是一个很 厉行的检查 是呀 很厉行的检查 就发现 咦 你有白血病啊 这样 接着他就马上 马上就要去挂虚兼医治 那你如果说 其实是病的 那我们在球场上 也有很多巴塞 能挨给到 是呀 那么巴塞 也都显示 在这件事上面 显示到他们 有人诚未来一面 也都是求会资 叫做帮助他去医病 那 就签他回来 你不要紧的 是呀 你即管放心医病 那钱我们帮你想好 是呀 亦都有这样的情况 是呀 所以其实就 在球场上面 发生疾病 其实是一件 很 很惨的事 或者对球员生涯来说 很大影响 因为基本上呢 如果都有一些大 比较大一点点的病 基本上你是很难 回到这个职劫球场上的竞技 没错 那就是找食器材来的 那就是体能那些东西 而且你找食 用来找食的日子 其实都很短的 真的十几年 所以 怎样都好 卡斯拿斯 他未来的情况 就应该要再观察 今季呢 就一定不会再上阵 那希望他就可以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简奴 甚至 这个缓神斗士卡斯力 重返球场 可以继续为大家献忌 因为他自己都说 其实我想呢 去到40岁的时候 在波图挂虚的 还有两年 看看他下跪 可不可以复出 医生就说他说 他要休息半年 半年之后 我想才可以确认到大家 是否真的可以 好啊 OK 那说完两件新闻 同时间 前瞻下 未来的 星期日晚 其实呢 都有一场影超赛事 这场赛事呢 都会影响 前世的一些 争俗 都很关键 因为呢 这场球呢 车路士 主场呢 就将会对着 这个屈福特 哎呀 先讲讲呢 车路士呢 最近五场球呢 是两胜两和一负 最近三场呢 就不算呢 今晚呢 即将会踢个歐巴 4比3 赢了这个 布拉格斯拉维亚 歐巴的赛事 2比2和了 官尼 和1比1和了曼联的 这下真是奇怪啦 他都没赢过球 但是呢 第四突然之间 你不要理 他没赢过球 但是他拿了两分 多重要 他这三轮里面 都拿了两分 阿仙奴这三轮里面 一分都拿不到 那就出事了 那就出事了 哈哈哈 真是 真是阳势大战 好了 那作客的福特 那方面呢 最近五场球呢 两胜一和两负 最近三场呢 2比1赢了 已经降了哈菲 1比1和了 修咸顿和1比2 就输了给狼队 走势来说 其实 屋福特 不算很差啦 屋福特 其实不算很差的 屋福特呢 可能心机呢 就会比较放得多 在这个 竹总盃的方面 但其实呢 就不存在流力的问题 因为竹总盃呢 就会在 5月19号踢 而最后一场英超 就在5月12号踢 相隔呢 都有一个礼拜 最重要的是 他自己注意球员 不要受伤的 对的 如果你讲屋福特 就先讲屋福特 我想最近呢 大家比较有印象的话 可能都是迪努菲奥啦 后臂上阵的迪努菲奥 迪努菲奥呢 迪努菲奥呢 现在呢 足中杯也是啦 以及联赛呢 基本上加上 近4场 入了4球球 而且呢 他那些球球呢 人从之中呢 搓个角 搓个巨内档 搓在角落头那里 接着呢 对方的手门完 只有个体质 哇 真是迪努菲 这些呢 不知道是不是巴赛 练回来的技术 其实呢 迪努菲奥这个人呢 他都挺特别的 大家都知道 他是在拉马西亚训练营出身的 但是真正成长的地方 可能在葛迪顺公园 比较多些 回到巴塞 其实上一季回到巴塞 其实根本就 都有些出场的机会 但是不多 站不到正选 他绝对 在巴塞站不到正选 其实 有些访问 都访问过迪努菲奥的 其实 我也知道 我很有天分 很多的教练 等等 都说我很有天分 但是我就一直都 得不到一些稳定的出场时间 其实包括他自己 在爱华顿的时候 当时的马天尼斯 都不是说 长长给他正选 又不是长长一定出他 但是大家对他印象 这么深 就是因为呢 他的速度和技术 偶尔真的 给到驚喜大家 是的 他发挥上来 那个速度 我想真的 英超全城 没有什么 跟到他 是啊 但是问题是他偶尔才能做到这一件事 那 就令到很多教练 就是 那时候的马天尼斯 会考虑 有时候 是米拉拿斯 好一点 稳定的 是的 就是那个稳定度 就是 在地露菲育 他就 有少少可能 你当是賴也好 或者是 回顾也好 就是 在我最需要出场时间的时候 我是得不到一些稳定的出场时间 他吸收比赛的经验 所以其实他现在 在那个比赛里面 比起同龄 而又 他觉得是跟他同一个 level的球员 他的比赛经验是不足够的 不是 有比他更加差的 是 保赞 哈哈哈 因为保赞的踢法就好 比较自我一点 或者比较 喜欢发挥他的长寸 其实他们两个有点 像的 两个都是年少姓名 两个都是天才型的 其实保赞也是 两个都是天才型 两个其实 脚底功夫都好 尤其是他年轻的时候 已经表现超乎他们的成熟 但是往往这件事 可能就是他们发展的阻碍 是 因为他们年轻 小时候太好了 是 小时候太好 即是高材生 突然去到一些 高手林立的地方 就发觉 咦 为什么好像不是 我所想象的 发觉天才 即是 不要说他们不够努力 又发觉我的天才 原来走不通 那怎么办呢 很多时候转不到弯 所以 保站就叫做 刚刚上一角了 但是迪路菲奥呢 他似乎 还在找着他的路 迪路菲奥在今季 终于得到 稳定的出场机会 就是因为 在茶维加西亚 达令的乌福特里面 其实有战术 是非常需要迪路菲奥的 为什么呢 都讲一下战术 其实 茶维加西亚的乌福特 达令的四世尔 的乌福特 其实那个四世尔 就是完全是 差不多是copy 斯蒙尼那一个 打法 这个 基沙文 他有个 基沙文 他拿谁套到基沙文 就是迪路菲奥 迪路菲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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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个四世尔 前面就是 一个大狗 配一个灵活刁传的 就是刚才说的 迪路菲奥 和 迪路菲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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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罗伯特佩雷拉 这三个球员 就 轮换地 两个人 在两边 负责支援两个中锋 防中那两个 就好像 真的好像 马体会 那些 洛迪 和 Thomas 防中够硬正 他们 乌福特就是 杜哥里 都是一些很硬正的防中 另外 他另外也有个 中场球员 就是 湯卡华利 湯卡华利 可能 将来这场 就会伤的 但他的作用 感觉上就好像 高基 这样 拼一下脚 比拼 但很稳固 很硬正 就是 A货版的马体会 这个 完全是 所以我为 copy 马体会 很类似 简单直接的 442 杜哥里 卡普尔 两个防中 硬正的 有时候 湯卡华利 就是 比较 技术型 但是 中场都有实际的作用 走上走落 拦截为主 再配 就是 那条 稳固的防线 就是 荷里巴斯 就是 左杂的球员 另外也有 马里亚帕 以及 卡夫卡治 就是 製造一个 7.69秒的 最快入球 给朗治的一位中坚 製造给他 是的 但是他也是 高大而稳固的 而且 是出自 曼联的 清分产品 而且 今季有 另外一个表现神勇 浪漫 是的 经常有神救的奔科士打 所以 其实 威福特 除了迪努菲奥之外 今季 为什麽可以很稳定地 出场的机会 比较多 就是因为 战术方面 其实迪努菲奥 是很适合 查卫加塞的发挥 前面很需要 有一些可以突破 因为 进攻 要快速 直接 兼且人数不多 每一个人都要在前面 有一些 很厉害的武器 才可以 立足到 也是 以及今年的 屈福特 他们的 作赛 比赛成绩 作下架 今场屈福特 其实是不差的 他们作下都赢了六场 是的 其实主场 他们都赢了八场 只差两场和球 所以 其实屈福特 就算作下架 也好 他们都有他的威力 是的 没错 主队的车路士 先说一下 主队的车路士 刚才也说了 中心主子 其实近况也不是好 是 搬来又赢不到 曼联 老实说 其实不是迪基亚的脱手 的话 输了给曼联 你下半场 你不要说曼联打得不好 其实车路士自己也打得不好 自己都差 两边都差 如果你说相对来说 我还会觉得 曼联是有朝气一点 因为车路士那时候 那些球员好像没有了鲁迪加 六神无主 鲁迪加很重要 在车路士的后防里面 好像定海神针 鲁迪加的定海神针 这句话的逻辑 现在就觉得不奇怪 但以前都觉得 鲁迪加 这么老妄 是的 他说是呀 你单对单是过不了他 但是他就跟死你那个 另一个他忘记了 这是个问题 是呀 但是没有了鲁迪加 因为未来这一场球 都会没有鲁迪加 后防方面 大底上 应该都会 基斯丁神出回来的 基斯丁神 大家之前看过 好像 弱一点 柔弱一点 柔弱 柔弱 可能因为 干地之前 用得多了 干地也是因为 不用大卫路士 所以才要用他 但是今季 似乎 因为欧巴出了太多 好像 英超的节奏 好像 不是很适应 但又是适应不到 哇 你弱的球很压力 你给吧 但是替他担心 你现在打两个中坚 不是三个中坚 你附近不是很多人 就快点给吧 还有 何时Dissian很喜欢给波打地 对自己技术有信心 有信心 还有可能不是习惯 死前的压迫 那就是 你给波打地 就经常都说 后防给波打地 就以生意我 大技来的 而且他本身又不是弹粑化 也不是太强壮 被人爆开 其实很危 没错 后防是有些隐忧的 车路士 但是最大的隐忧 应该是整队波都表现不到 我想呢 现在车路士 看他的波 或者是 你幻想一下 在跟衣室里 气氛呢 都挺僵的 那些气氛都挺诡异的 怎么这么说呢 英里堂出来是没有朝气的 一队英超这么前的球队 只是有些依赖一两个球员 是能不能发挥得到 发挥不到的话 其他的球员 就要做一些不擅长的东西 包括在对传曼联的时候 哈萨特 不是整场球都发挥到的情况之下 经常要干堤突破 由中路引球推进 转一两个球员 然后再去分球 这些呢 就是你玩够干堤 老实说 他把球员尺寸又矮 他推了又推得小步 人家揽一步 他要揽两步先 那你没办法 他旁边的拍档是哪个 两个中场 一个是佐真龙 这个是无可否认 一个定位炮来的 就是你给他分球派球 他最擅长强的那些东西 就是他在中场 凹一些过头球 或者直线给两边 或者给前锋去走 首先第一样 给前锋去走 今场来说是浪费的 两边斗月位的情况下 希固欣呢 今场是真的没什么表现 另一方面 好了 你说给两边 你都要有这个压制力才行 你才可以做到一个分球的工作 但是其实车路士 今场是没有的 因为另一个拍档呢 就是叫做 藤冷瓜瓜难藤 就是高华石 高华石就 好球就有 心态就不足 Gary也有说过 绝对是 这一场球呢 因为在欧巴打 法兰克福之后 那个前线那里 其实人手呢 就真的挺紧绝的 因为本身 赫尘露道尔 已经是 本轨报销了 另外呢 卫里安 也是有伤在身的 对法兰克福这场呢 就 未知出不出得 但是对Wolf特这场呢 都 有机会的 可能有机会出得 但是 出到来可能 状态都是一般的 你说前线的选择 可能就是 你要继续 把希古恩在那里 哈萨特在那里 可能另外 易峰那边就是 柏道 柏道 因为呢 在首回合的时候 其实呢 车路士都是赢 Wolf特2-1 但是当时呢 其实呢 没有用到中锋的 摩拉达的 就把哈萨特打架狗 打架狗 那就赢了 但是 你现在 前面的人生 那么紧绝的情况之下 就 应该都一定要 把希古恩在那里 希古恩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他的话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棋位 就是 有什么可能 就是 国家队的正选前锋 会一场 可以约四五次位 这些太离谱了 老实说 如果他和摩拉达 两个都遇到同一个情况 我会更加倾向 是教练的指示 但是 只不过是 他们在做他们不擅长的事 就是 譬如 你叫欣沙基 做这件事 当然擅长 和你突破越位 暴力越位 我做开的 但是 你叫欣沙基 你今天打单战头 前面尼斯达 和马甸尼 就是你对付的对象 和我爆开他们 那便死了 那便死了 现在反过来 说的事情 都差不多 摩拉达也好 之前摩拉达也好 现在希古恩也好 他们可能在做自己 一些不太擅长的事情 但是 教练 我的看法 教练要他做 你不得不做 但是你做完做得不好 你就很简单 教练 不都可以说 其实我要他这样做 那你就糟糕了 那我摸完 那你便摸了 那他很搞笑 我也是这样看的 对对 你说完之后 可能也要考虑一下 就是那个 沙利 大家都很熟 讲了整季沙利波 其实中锋那里 的变化 是不是真的太多 或者是 一些楚才俊用 还是一些 不懂得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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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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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型 不是入涉的 不是入涉 不是跟你部位 offside 绝对不是这类型 可能有些关系 但是 怎样都好 整队球的运转 都是奇怪 对 非常之得压 一些不适合的球员 去做一些不适合的东西 很多教练 教第一季的时候 通病 是 艾玛尔森 特别去蝎左边 艾玛尔森 贵宗抢了 马古斯阿朗素 就好地地 为什麽又把马古斯阿朗素 放出 虽然他执鸡执着一球 回来对马链 但是 不能这样说 这个球员的速度慢 就已经是一个死穴 打一翼位速度慢 现在 根本就配合不到 那套 沙利波 彈来彈去 艾玛尔森 跟夏晨合作的火花不错 那为什麽你突然又放回马古斯阿朗素出来呢 主人就说 他对马古斯阿朗素的技术 比较投意信心 是的 马古斯阿朗素 说到底 他看三个位的时候 就比四个位的时候 出色很多 是的 是 怎麽办 车路士 我觉得 气氛 和体内波 都没什麽朝气 都是看夏萨特 表不表现得到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一场球 始终是史丹福桥席 我个人都是比较看好车路士的 都正常的 始终是车路士 主场出击 是的 那么 说起夏萨特 夏萨特也可能是 一场主场 是的 不奇怪 因为越来越多传闻 包括他弟弟也放下风 老爸也放下风 他弟弟就 据我没有记错 就好像是来的 现在是文多蒙特 是的 没错了 到夏萨特已经确定了 接受传媒访闭的时候 亦都放下风 他说 这个去皇马 我知道是哥哥的梦想 那就糟了 现在压毙了 哈哈 大哥都这样 哎 真是 老爸在震 喂不是吧 你带我过去先行不行 糟糕了 哈哈 又有歌唱了 可能接下来 有些英超的球星 也将会 告诉大家 他们接下来的路是什么 如果真的的话 老实说 夏萨特这场 在车路士丹福桥 应该 就是他最后一场 英超联赛 是的 英超联赛 因为还有一场歐霸 回主场 就是打佛兰克福 但怎么办 夏萨特 现在穿蓝衣 看来都是少一场 应该 所以我家有件很多年前的车路士 球衣 没有引东西 看看能不能引到下手 哈哈哈 好了 看高车路士少少 给个球胆 大家可能会很留意 我觉得这场球 车路士赢得2比1 那就可以了 Garry比了就OK了 哈哈哈 好了 节目搜到尾声 差不多了 有些预告给大家 因为呢 星期日 我们将会出席一个 商场的活动 是吧 商场的 关于足球游戏的活动 是吧 接下来5月5日 星期日 下周 其实车路士是12点开始的 是 是 是 5楼中停了 我想我们大概 就1点钟左右出席了 是 如果大家 当然 大家支持我们 就算不是到场支持也好 是的 有个留言给我们 或者大家知道 到时留意一下 因为其实 这些节目 老实说 除了在商场 我相信呢 在Facebook 或者其他地方有直播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没错 那我们呢 除了玩游戏之外 还要玩游戏 是吧 没有见过我们多次 打FM就见过了 是吧 打另一只游戏 大家就应该没见过 是呀 好险那一只 很多电竞那一只 是电竞的活动 是吧 那都 多谢大家支持 嗯 OK好了 那节目到尾声了 那记得上来 我们求美直播室的Facebook群组 加入我们的群组 follow我们的IG 是 还有呢 就是在下面按like 和subscribe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嗯 多谢大家支持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